庆祝远雄海洋公园20周年 原方扩大招募7位美人鱼 推出了更优质的人鱼实敬秀表演 这次还新增一位男人鱼 让演出式更加精彩 除了可以隔着水缸玻璃和人鱼们拍照 还有一位人鱼公主就坐在贝壳里跟游客合影 想要欣赏专业又动人的人鱼秀要把握机会 远雄海洋公园庆祝20周年第二波活动 就是推出更优质的人鱼实敬秀 这次扩大招募7位专业的潜水员 其中还有一位男性 让人鱼秀更精彩又看头 我们最受欢迎的美人鱼再次回归 那这次美人鱼基本上就是上一版的美人鱼 算是一个升级版2.0的一个版本 除了美人鱼的阵容更加完整之外 将会有全新的音乐服装 甚至会针对节庆演出来推出不一样的饗宴 甚至我们预计在明年 我们还会筹备全台湾第一所的美人鱼学校 大家也可以尽情的期待 人鱼们在水中的表演非常困难 也非常专业 而这些潜水员也都经过严格的训练 其实我们是透过了一个全台的选拔 将近历时将近三个多月的时间 到全台湾的海边 甚至这些潜水的场域 去找到各式各样的一个美人鱼 包括大家会看到这次守住亮相的一个男人鱼 其实在在的呈现除了台湾非常有很多专业的舞者 其实在台湾各个角落不断的发光 那远雄海洋公园其实希望提供这样一个演出的一个平台 让台湾的优秀的演出演员 都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展现自己最漂亮的一面 海洋公园人鱼秀 除了可以隔着水缸玻璃和人鱼们拍照 还有一位人鱼公主坐在贝壳里跟游客合影 想要欣赏专业又动人的人鱼秀 要把握机会 这里会受分享报道